鸡鸡,凤爷爷,你看深宝,给你来个特技飞行 再再要,特技不特技的我不知道 反正在鸡秃头之后,我这个心脏啊,也跟着有点不好了 深宝现在变成了小凤,小猪雀,那就要开始调养身体了 哎哟,东西不够齐全啊 这真头发就是没有假发那么厚实柔软 不然的话,我也能够得到宰子趴头顶的待遇 大长老,我现在便通知姚光,让他送些东西过来 您看看还缺什么,尽快列个单子啊 嗯,让姚光回上狱一趟,把族里的库房给搬来吧 一用得着这样心事动众嘛,凤伯难不成准备把凤族给搬空了 凤伯,要搬族里的库房吗 公子啊,您是不是也觉得 单单是咱们族里的东西还是太少了 看来是时候让人到处去搜罗一番了 现在的凤族之中,单身的凤凰显得抠脚 几位夫妻的凤凰又生不出宰宰了 那他们还有什么用啊 当然是用来数物为一的凤凰仔仔小少主了 是千净流,他又回来了 凤伯,别的事情我来,你负责保护好申宝 好,楚姑娘一定要小心 那千净流手段恶毒得很 我知道了,阿丑 这一次别放过他们任何一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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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